封生兽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问清楚了 他是一个专门猎杀封生兽的猎人 封生兽极其牺牲 他们的血肉 骨骼 有助人长生之效 而那把特殊材质的匕首 就是能够杀死他们的唯一的东西 他听说在子虚国出现了一个封生兽 他给了我那把匕首 假如我真的杀了封生兽 他便可借此谋求富贵 被封生兽所伤的人 没有活下来的 我 是唯一活下来的人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杀了他 我还吃了他 我一路杀下去 最后一个死的人是国王 就一根手持头 就划开了他的脖子 我就成神 那你为什么来神都 我当然是来找那把匕首啊 听说流浪到了这里 在神都 说不通 这说不通你的目的 你问错问题了 你 为什么会变成和我一样的怪物 这难道不该是你最关心的问题吗 为什么 我只能告诉你 有人跟我 做了个交易 请我把你变成这个样子的 谁 这才是这个游戏最有趣的部分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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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自己问你自己 你到底是个人 还是个怪物 你就算查到最后 别人会相信你吗 如果有一天 世人看到你像个半人半猫的东西 还会让你当大理寺的寿卿吗 太可笑了 站上 走 别人 该来的总会来的 别人 别人 你站上啊 起来 你 不得要 别人 就是 你 你 你 这里 就是 你 你 你 我 你 铁匠铺的伙计 执意要见你 鱼上钩了 将军 跟着他们 我要的是礼品 是 将军 将军 看清楚了 继续跟 是 是 你们姐回来了 吓死了 吓死了 我 别动 这 找方法的样子不紧 你们几个 走 吓死 对 很会选地方 大应隐于是 是个好法子 第四号 线索呢 我又不放心 所以 没事的时候啊 我就常来跟他说说话 水鬼之说不可信 神不见了 报关了吗 我们这儿慌僻得很 报什么关呢 村里人啊 都说是水鬼做坏 说的跟真的似的 会理제를 不由得你不信 娘 这儿就到村口了 我就送你到这儿了 这儿已经到村里了 去家里喝口水歇个脚吧 不必了 真的谢谢 好 刘十二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让我们好找啊 你就不怕被那水鬼抓了去啊 这位 这 刘十二回来了 刘 刘十二回来了 刘十二回来了 就抓着他 你不敢 死我 刘十二回来了 那是 我 杀 刘十二回来了 刘十二回来了 你看 你看 我 你是啥 俺们都不会发言你了 少青 咱们都出生若死这么多回了 你要是再这样 可太伤人了 少青 我们和你都是一同了 日久见任性 少青大人 你是不是查到了些什么 杜子虚是为了追杀一枝花才来的神毒 他利用风生兽谷 制成了丹药 迷惑了永安阁 希望通过他们 找到那柄能杀死一枝花的匕首 但永安阁为了长生 不惜发动国战 灭了子虚谷 但即便是这样 他们也没能找到一枝花 只找到了几块残存的丰生兽谷 便作为药引 带回了神都 我父亲查到了此案的一些真相 被永安阁忌惮 所以被灭了口 无论如何 罪人没有一一复发 我是不会放弃的 他们不过是一时得逞 放弃的 你随便你们 随便不要放弃的 乖 我死心 也不怕 我怕自己被别人 当成妖怪 也怕自己被别人 当成异类 但是我现在不怕了 是人是猫 我都是大理寺少亲 只要我在 你们在 那大理寺 就没有向人犯低头的道理 皮囊不重要 行器才重要 是非善恶 自有公道 但是后事 莫问坚冲 大娘 谢谢 这位 少亲 少亲大人 我听这几位小哥们说了 你之前是为奸人所害 得了怪病才变成那副样子 怪我们有眼无珠 还错拿你当妖怪 这实在是得罪了 不用 不用如此 真不用如此 那个后生 少亲大人 少亲大人 诸位 我有事相求 是为了您儿子的事 我们知道 少亲大人身上背负的案子要紧 我们这小事 本不该劳您费心 可是实在是水鬼闹得凶 我们 你放心 我们都知道 案子不分大小 也不分轻重缓急 也没有那么多怪力乱神 你们不用害怕 老五老一起认指老 俺们都是打理死了 打理死就是焚海败 鞭屎肥了地儿 对的 请说吧 这水鬼的说法 是从三年前开始的 当时啊 村里有因兵过境 因兵过境 我活了几百年 我从来不骗人 我从来不骗人 我去杀人了 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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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庆枝 你叫秋庆枝 是中药吗 这个家伙今天让我受了不少气 我要拿你们撒气了 你不谢谢我吗 怎么 你还想抓我 你放了我一次 我就不可能再让你抓着了 我能抓到你一次 就能抓到你第二次 好 我等着你 秋庆枝 秋庆枝 我发现你这人挺有意思的 我想好了一个游戏要和你玩 至于怎么玩我还没有想好 你等着 对了 忘记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了 我叫 我叫 我叫什么来 这花儿真漂亮 那个啊 我就叫一枝花 后会有期 秋庆枝 秋庆枝 方才李清眼中的颜色 朕看得十分清楚 原来 李清就是妖猫啊 陛下 跟我说 有什么事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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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丘将军 他 这是此前 丘庆之 借祥瑞大典之名 递上来的折子 里面 其实还夹带着一封密信 李清一看便知 如今宫中尚可以知应 永安阁再大胆 也不敢贸然逼宫啊 这大典一刻不举行 他们也无可奈何 现今之际 朕 你也需要证据 给天下人和百官一个交代 才能使永安阁伏法 大理寺少卿李炳皆知 臣在 朕命你 尽快彻查永安阁三年前国战一案 肃清朝纲 不得由我 臣临死 胡子 你怎么忽然又出现了 还带来这么多老兵 其实我从几年前做捕快的时候 就已经是邱将军的人了 当时我假死逼祸 还是邱将军给我出了主意 只是我不甘心 才私下和赵如意合计 想引陆蝗虫露出马脚 难怪那个时候 他跟未卜先知似的 刚案发就要找你 陆蝗虫死后 我又回到邱将军的麾下 你们找到了死牢连着的山洞 正是邱将军 这三年来的养病之作 邱将军是真心想给老兵平凡 为战场上无辜牺牲的兄弟 讨个说法 最早扫得一枝花的 正是邱将军